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美濟颱風距離台灣越來越近 它的中心點距離花蓮的東南東方 大概不剩500公里 持續往花蓮南邊的這個中心的附近接近 現在預估它的登陸點 可能是在花蓮跟台東 就花蓮的南邊這個附近 然後玉境這樣登陸穿過去 可能在彰化雲林這個地方出海 這是現代的預估 那整個暴風圈呢 如果以這個七級風氣氧局定義的話 它大概是在 明天的凌晨的3點 碰觸到這個台灣的暴風圈 中心是明天下午2點的時候登陸 所以這個時間點請大家留意 這個颱風各位可以看 七級風暴風半徑是250公里 可是我們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衛星雲圖來看 它的範圍遠超過這樣的一個幅度 這個是今天的衛星雲圖 下午的時候這個颱風也張開來了 整個螺旋雨帶非常的完整 我們看一下整個下午的時候 我自己特別做了這張圖 這個圖代表是整個風 這個旗子越密越大的 旗子越大的表示風越強 各位可以看這個有顏色的 這個紫色的這個風 其實很大很大 所以日本氣象廳 它用一種定義方式 它的這個七級風暴風半徑 這個東北邊這一側 比較強風軸這個地方 東北側這一側 因為颱風是一個螺旋體 通常這個區域 北邊這個表示說風比較強 這個比較有危險性的 所以航海要特別注意 這個東北側這一側 那這一側其實可以看 它的這個 路徑日本的定義的這個半徑 高達650公里 跟氣象局定義的這個250 有一段差距 連南邊這個比較弱的 日本氣象機也定義 也有440公里 整個十級風暴風半徑 裡面也有190公里 足足比氣象局大得快一倍 當然這是日本的定義 他們有他們的定義方式不大一樣 但是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颱風真的不是小的 是大的 如果從跟過去 今年的第一個颱風 尼伯特颱風相比 其實它的這個結構不大一樣 這個是比較 混紮實 集中在颱風眼的附近 所以造成台東很大的重創 這個分布比較廣泛 另外如果我們要硬要相比 我覺得比較跟蘇迪勒比較像 蘇迪勒的範圍 比這個梅基颱風更大 更大 他是比他小一號 所以我就特別提醒大家 你如果要防災準備 就以蘇迪勒的規格來做就對了 因為這蘇迪勒當時那麼大 這次應該不會那麼大 你如果用這個準備 你的損失應該會少一些些 我們看一下未來的風場 這個是過去的雨量 所以跟我們現在預測雨量也非常像 都是北部 北部開始有些雨 還有東半部也開始有些震雨下來 風也開始慢慢變強 沿海的風非常的大 因為它的非常的寬廣 所以沿海的風 有些都已經到10級以上的強震風了 另外這個明天 今天晚上到明天各位看得出來 北部還有東部 可能陸陸續續就開始有雨勢 這次宜蘭 還有新北市的這個山區 是首當其衝的這個雨勢 那等到這個颱風 登陸 這個暴風圈開始接近的時候 宜蘭新北 整個北部的山區到桃園 北部的山區還有花蓮 都會有一些明顯的雨勢 還有中部的山區 到南部也都會有一些雨勢 等於是這個雨勢 就是逐步的加大 逐步加大 什麼時候最大呢 各位可以看 是明天上午這段時間 你看這個顏色就完全變了 兩個熱點區 整個中央山脈 登陸點的北側這一帶 一直到台新北市的山區 一直到還有包含這個南部的高頻的山區 這個都是主要的熱區 雨的熱區 那風呢 沿海的風也會滿大的 你看這一根這一根都是 50鎖 就是我們一般的25 就是10級的 平均風 那這個風在沿海地區 那就很大了 當然了 希望它不要那麼的大 可是這個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風其實有很大變動的空間 它會因為地形的關係 有時候增強更強有時候更弱 這變化很難說的 所以特別請大家 這個的確有一個強風區 是在整個沿海地區 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請大家盡量避免到 靠近海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 另外這個颱風到明天晚上的時候 慢慢走了之後 其實還是有一些西南的環流 對於這個南部 還有東半部還是有雨勢 因為這個颱風實在太大了 所以不是說暴風圈走就馬上走 預計暴風圈完全走 可能是禮拜三的上午這段時間 慢慢的減弱 預計到禮拜三的白天的時候 例如說2點到8點的時候 就會慢慢的脫離當中 會影響到福建 這個福建對當地來說的話 衝擊可能會相當的大 南邊的側風也會非常的大 各位看 東半部的雨區 可能會一直延續到 禮拜三的上午這段時間 各位可以看我們用這張圖 可以模擬得更清楚 它的走向 2點 每個地方2點我們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是現在下午開始一直到今天 晚上開始登陸 所以幾個雨區還有風的這個態勢 我們一直給大家看 各位應該比較沒有在別的地方看 這只有在我們大一台可以看到這個圖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環流 這個就是風 這個颱風是一個逆時針這樣在轉 這個當然每個地方的風就會不一樣 每個時間點的風不一樣 不一樣的時間點的風就會造成不一樣的影響 各位再看一次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次的風 雨都不小 請大家特別留意 特別是 這次過去在前面三個颱風沒有影響的地方 這次來說的話全面都會有影響的 請大家多注意一下 我們再看一次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樣的一個變化 其實對我們各地 全台灣各地都是會有影響的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影響的時間點 我們在慢動作來看 其實第一個是現在 開始入夜之後 這個很大的雨帶 在這個地方就慢慢就要進來了 就要進來了 那北部的山區的這個雨勢 就在這個地方 環流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它遇到地形會有加強的效果 你看這個這樣一直下來 這樣衝下來的結果 其實整個這個風就會明顯增強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一定要留意好強震風 家裡面的玻璃要做好該有的準備 再有準備防護的措施 也有可能會造成停電的機率會增加很多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準備好一些應付停電的工具 另外我們看一下如果它登入的時候 這個雨就來了 中心點附近當然的風速 相對的會比較強 這個時候登入的時候各位可以看 各個地方的情況是不大一樣的 請大家多注意了 這個環流的一個動態 這其實對我們各地 都會有明顯的衝擊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 留意特別當心 這個颱風 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看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颱風 真的是如果登入的時候 預計到 預計到明天的深夜 就會脫離 等於中心會脫離 明天的下午的時候 氣象局的風力預測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這個 晚上的時候的風 有些地方已經很大了 蘭嶼綠島的震風 14到15級 花東地區開始增大 其他地方也都明顯有感覺了 預計到了明天上午 明天凌晨的一段時間 你看宜蘭 宜蘭明顯增大了 花蓮還沒有那麼大 宜蘭這次 是北部裡面首當其衝的 另外到了明天上午的時候 新北市 各位可以看震風可以9到10級了 平均風也接近7級的水準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很多地方 你看桃園也到了 其他西半部地區一定要留意沿海地區的強震風 因為這個目前來看的話沿海地區的風是真的很大 另外雨量的部分 這次 在新北市的預估各位可以看 山區可能到900 其他地方是200到500 這是北部的山區 桃園也是一個熱區 山區可能會到500 200 500 其他地方也是要特別注意 高雄也是要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看高雄台南這幾個區域 高雄這個山區也可能到600 屏東也可能會接近山區可能到700 這個雨量其實都是不小的 特別是我們經歷過兩個颱風 請大家特別注意 我們最後給大家建議 這個美濟颱風暴風的圈真的很廣 入夜風雨就開始逐漸的在增大 明天就會碰觸到花東 中心就明天午後 就會要登陸到花蓮南方 到台東這個附近 請大家要很介盛前程的來面對這次颱風 一定請大家要做一些該有的準備 不要等到 災害來的時候 你什麼都沒有準備好 大毛曰的 天二 可不 dent